哈喽,又是我们的老朋友皮塔卡 因为三星在国内占有率 所以国内能用心 并且高质量适配壳的第三方厂商确实少 皮塔卡算是为数不多追求极致高质量的厂商了 这次拿到了他全新一代 适配三星S22全系列的手机壳以及无线磁虫 我们看一下相较于上一代有哪一些改变 首先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原创复合材料 配合上超级芯片的设计 在保证手感的前提下增强耐用度 所以对于那些极致追求裸机手感的人比较合适 整机外包装和上一代差别不大 都是这种提拉式的包装磁吸翻盖 里面很简单,只有手机壳 剩下的就是不用读系列 材质都为方轮纤维 强度高,韧性好,重量轻 耐刮擦不倒电,抗冲击性强 这依旧是延续上一代的优点 但同样因为极致的手感 依旧在脱壳的时候还是比较紧 你需要用指甲,顺便建立一下摄像头顶一下 方轮纤维整体的质感摸起来比较光滑 但是仔细感受也有明显的纹理 全系列都不是全包 但是SRU可以说是半包的更极致 上下一堵收边,侧边基本是半包边 给曲面屏手势操作留了很大空间 不过防摔性就因而而异了 这次依旧也适配了全新一代的磁吸无线充 相较于上一代磁吸力量更紧 随方位置更加精准 小的充电模块依旧是同样的纹理处理 电量有4000mAh 可以直接吸附拿走 也可以回来直接斜插入底座 变成一个无线充电板 前有低电量振动两次提醒 充电功率为二数码,充电头和线 整体的充电器做工都还是不错的 底部依旧有防滑垫处理 而且在旋转机械结构的齿轮咬合声 听起来也是极度舒适 背部还有一个磁吸底盘 用来放你的耳机 而且吸附力度,位置都是非常精准 都属于那种随手一放 就可以精准吸附到位的程度 总结一下,如此价位的皮塔卡 质感手感还有质量无需多元 这个系列在又经历了一年打磨之后 变得更加成熟 解决了去年,吸力不足而对不准 位置下滑的尴尬 让这次的随拿随取会更加的舒适 在手机壳方面依旧保持了高精准度的开孔 以及极致的手感设计 如此极致,裸机手感确实强烈 背部的方轮纤维摸起来也很舒适 透气防滑 手感确实好 但同样,好手感和抗摔性永远不可能同时兼得 即使超强复合材料的方轮纤维有致高强韧性 但是日常生活中 这种半包没有保护到的地方 还是需要多加小心 咦,怎么选